那么马拉松长跑呢 其实就像一个城市的节日一样 让人享受了很多运动的乐趣 不过呢 这一路收获的有快乐 同样也跑丢了不少东西 选手们起跑之后 天安门广场中心的20名环卫工人就忙碌起来 基本上不到5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装满能够容纳50斤物体的垃圾袋 目前我们就是说从那边刚开始 他们从那边可能少了有大概有一栋来的了 咱们往年参加比赛也是这种情况吗 对往年一样也是这种情况 除了环卫工人 很多志愿者自发的收拾垃圾 这次参加马拉松的人有3万多人 选手们在开跑之前全部拥挤在广场中心 产生垃圾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记者环顾了一下四周 却只看到少量的垃圾桶 而且那边有几个垃圾桶呢 也已经是相当满了 什么时候能把这广场收拾干净啊 大概在一个小时左右 除此之外 长跑途中难免出现内急 很多参赛者居然沿途就地解决 地面上水流成河 类似不文明现象在以往的马拉松比赛当中也出现过 今年4月份河南郑州举办的正开马拉松 自然全城只有5公里 却吸引了3万多人的参赛热情 不过热闹和喧嚣过后却是垃圾遍地的尴尬 郑东新区环保部门统计 当天一共产生垃圾12吨 360多名环卫工人一直干到天黑 才打扫干净 去年12月份的上海国际马拉松比赛当中 由于比赛当天下起了小雨 选手们在赛前都穿着一次性雨批等雨具 起跑出发之后 起点处遍地都是选手们留下的一次性雨具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选手在排队参赛时为了走捷径 随意跨越路边的隔离篮 将路边的绿化带踩得稀来 沙特带踩得稀来